从古至今,权势的争夺都是残忍的,尤其是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为了争夺皇位,兄弟反目,罔顾人伦和手足之情的事情,迪比皆是。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人公,曾经在争取皇位过程中,逃亡了十二年,他于香野间,韬光养晦了十二年,一朝登基,却将好心收留了自己多年的老农一家杀害。 他为什么要如此狠心将老农一家杀害,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这个颇受争议的皇帝,就是越南陈朝第九代,君主陈许,史称一皇,妙号陈一宗 要想了解陈一宗,先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陈朝,陈朝是越南第四个王朝,前面还有三个王朝,吉丁朝968年至980年,前离朝980年至1009年,离朝1010年1225年,这几个王朝一直沿袭着父死子祭的继承制度, 但这个继承制度并没有明确写入法典,为了争夺皇位,手足相残的事情时有发生 正因为如此,陈朝之前的几个朝代都没有维系多少年,就草草结束了 1211年,越南农民起义席卷全国,陈是一族领兵评判并拥立太子李产即位,史称李慧宗 李慧宗为了稳固江山,于是娶陈是女子为后,这个新上任的李慧宗虽然年纪轻轻,身体却十分雷弱 他看到陈是家族中人才记忌能文能武,对其更是十分倚重 皇后的堂兄陈首度执掌大权期间,朝中大事小情基本上都由他来决断 李慧宗本来就身体虚弱,见状更是乐得在幕后做甩手掌柜 倒是少了很多烦心事,殊不知,这也为后来李朝的毁灭,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因为疾病缠身的缘故,李慧宗的子嗣少得可怜,他病重后自知时日无多 便把皇位传给了自己七岁的小女儿昭圣公主李佛金,及李朝的昭皇 而李慧宗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由此,李朝出现了二主共治的局面 这也开创了越南历史上第一次皇位善让的先河 大权在握的成熟度本来就不甘心养人鼻息 昭皇上位后,他捕捉到了一丝微妙的味道 便立马安排自家的侄子陈炯进宫侍奉昭皇,为谋取李氏江山做打算 八岁的陈炯非常聪慧,很快就赢得了昭皇的欢心 陈守度见状十分欣喜 不久后就急不可待地着手操办了他俩的婚事 延皇室该有的婚庆典礼都免了 夺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群臣剑破不说破,一心只求自保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陈守度苦心谋划想要取而代之的举动 早已有迹可循,李惠宗启会不知道 奈何他有心无力 于是便顺水推舟 让昭皇将皇位善让给陈炯 陈守度没料到 这么顺利就把李氏江山画到了陈家的手上 他干脆顺势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昭皇当众将自己身上代表皇权的滚脸交到丈夫陈炯的手里 在大臣们震惊的眼神中完成了皇位的交接 皇夫变成了皇帝 而他则退居后宫成了皇后 就这样,陈守度不费一兵一族拿下礼朝 当即改朝换代为陈朝 陈炯即位陈太宗 他拜陈守度为国父 并大赦天下 陈朝统治时期开始 此后 陈朝的皇位继承治就一直沿袭了这种善让制 善让制规定皇太子成年后就可以即位 而原来的皇帝作为太上皇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 负责为新帝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直到他能够独当一面 这样一来就实现了政权的平稳交接 有效减少了很多乱党或正的事情发生 陈许出生的时候 陈朝已经到了第五代君主统治时期 当时的皇帝正是他的父亲陈明宗 排行老三的陈许 对皇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 他只是安心当他的公亲王 在朝中尽量与人为善 不随意战队 也不轻易树敌 也许是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的缘故 陈许对陈明宗的感情比较深厚 父亲去世时 他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表达深切的哀思 他连最爱的珍修佳肴都远离 只吃素食 陈许对朝廷忠心耿耿 而且并不会鞠躬自大 这样的忠臣 自然受到皇帝的重用 从陈宪宗到陈玉宗统治时期 他一路官运亨通 仕途平稳 既无大功也无大过 是货真价时的二朝元老 陈许的命运 在陈玉宗驾崩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从此跨入人生的至暗时刻 而带来这个转变的 就是接下来的皇帝杨日礼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纳闷 陈家的天下 怎么让一个外星人来执掌政权呢 这还得从杨日礼的出身说起 杨日礼的亲生父亲 是皇宫里的幽灵杨江 他母亲年轻时貌美如花 被当时的公宿王陈玉宇一眼相众 并纳入宫中 彼时杨母已经怀有身孕 但公宿王迷恋他的美色 对此毫不介意 杨日礼出生后 也是对他视如己出 疼爱有加 公宿王作为嫡长子 本应继承陈明宗的皇位 可是因为听信命臣谗言 陈明宗改变心意 另立他人为帝 献慈皇太后 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直到陈玉宗驾崩 按理这回轮 也该轮到陈许接掌皇权了 可是群臣却极力反对 认为其有哥哥接任弟弟位置的道理 而且献慈皇太后 对陈许也并不认可 觉得陈许不过是个平庸之辈 不足以管理国家 他力排众议 把公宿王的嫡子杨日礼 推上了皇位 然而 献慈皇太后的言辞凿凿 很快就被适时打脸 因为杨日礼 完全不是当皇帝的料 杨日礼即位后 每天纵情声色 常常把杂技团请进宫中消遣于乐 还时常游山玩水 唯独对治理朝政之事 毫不在意 甚至一想天开 要将姓氏改回阳 更过分的是 因为献慈皇太后 对他的行为提出指责 杨日礼竟然派人 将他残忍毒害 引起朝堂内外极度不满 大定二年九月 太宰陈元卓父子 联合天宁公主的两个儿子 发动政变 率领陈氏宗亲 攻入城中 要诛杀杨日礼 他听到风声赶紧翻墙而出 逃到一处新桥底下 才侥幸躲过一劫 第二天 杨日礼率领兵马杀回宫内 到处查找追杀他的人 为此大肆残害陈氏宗亲 凡是那些对他有意义的臣子 一律杀无赦 陈许见势不妙 急忙逃出皇城 躲到乡下避难 陈许在出逃途中被刺伤 一位憨厚的农夫 好心为他疗伤 并将他收留 伤势好转的陈许 情绪非常低落 想到从此要四处藏匿保命 心里绝望至极 曾一度想要自杀结束生命 好在被人拦下 在众人的好心劝阻下 陈许只好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是十二年 在这期间 农夫一直把陈许当作自己的亲人对待 脏活重活都不让他做 陈许平时只是做一些比较轻的农活 常年在农村脸朝黄土 被朝天的生产劳作 陈许已经适应了乡下平淡的生活 杂一看与村民无异 也正因为如此 他得以成功躲避战乱 安然无恙 陈许原以为 这辈子就要在这穷山恶水中 无欲无求递了此余生 谁知命运之神 又将他推向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指点 杨日礼的暴行 最终招来声讨 他被群臣奋起攻击赶下台 结束了荒唐的君主生涯 杨日礼被推翻后 大臣们开始四处寻找陈氏皇族血脉 好接任皇位 可是之前因为杨日礼的残害 很多皇家子弟都已命丧皇权 剩下的也查无影踪 这时 有人将陈许的藏身之地上报朝廷 大臣们闻讯而来 纷纷请求他出山即位主持大局 陈许做闲散王爷惯了 一开始并不愿意再参与朝政 可架不住群臣的再三恳求 陈许回宫登基 改年号为绍庆 成为一皇 史称陈一宗 陈一宗登上皇位的第一件事 就是击杀杨日礼 即使对方已经数百旗投降 他也照样痛下杀手 除之而后快 并且迅速速清其党羽 丝毫不留情面 一系列雷霆手段施压下 陈氏皇朝逐渐恢复元气 陈一宗的养父 这时已经病入膏肓 临终时 他请求对方 善待自己的儿子 保他一世安宁 生活无忧 看着陈一宗满口答应 这才撒手人寰 然而陈一宗接下来的行为 却十分令人费解 陈一宗感念养父的养育之恩 将他厚葬 可是他并不愿意 将来有人提及这段狼狈逃亡的生涯 因此回到宫中后 陈一宗非但没有对养父后人 给予封官家绝 或赏赐丰厚的银两 而是下令诛杀养父满门 并禁止任何人谈论此事 大臣们对他这种忘恩负义的作为 颇有微词 但新帝登基 相较于政局稳定而言 这件事就显得微不足道 因此也都选择闭口不言 但是国内老百姓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 大家私底下都评价陈一宗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欠考虑 是活脱脱的白眼狼 在大臣们的拥戴下 陈一宗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平定内乱 收回了陈氏江山 而且恢复陈明宗时施行的制度 对陈氏一族极为体恤照顾 务求改善他们的生活 做完这一切 本就无心称帝的陈一宗 选择将地位善让给十一帝陈静 吉瑞宗自己则退居二线 当起了太上皇 这期间换了三任皇帝 陈一宗都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 陈一宗被群臣推上皇位 多少有点山中五虎猴子当王的味道 毕竟备选人才不多 他算是不温不火的一个 而且比较尴尬的是 即使他贵为皇帝 却仍然没有得到当时明朝皇帝的认可 还被认定是一个篡位者 不具备合法的皇位继承权 陈一宗为此深感自卑 退居太上皇期间 陈一宗并没有多大的建树 而且因为连年征战造成的国内经济低迷 百姓的生活并不好过 国库也十分空虚 陈朝面临着衰退的局面 更要命的是 邻国战成时不时就来进犯侵扰 国内也是变乱频发 内忧外患之下 陈一宗却束手无策 只得搬来救兵帮忙 这个救兵正是他的外妻黎尽毛 陈一宗委任他为书密院大使 1380年5月 黎尽毛率领军队击退了战成的压境大兵 缓解了陈朝的外患 陈一宗更加以重他 黎尽毛文韬武略样样出色 在朝廷大臣中尤为突出 陈一宗特意赐给他一把上方宝剑 以示重用 随着黎尽毛的权力越来越大 就有大臣提醒陈一宗小心防范 可陈一宗根本离不开黎尽毛 因此朝堂内外对黎尽毛的非议 被他完全无视 陈一宗虽然表面上并不作声 但暗地里却命人做了一幅名为 似斧图的话送给黎尽毛 暗示他向霍光和诸葛亮学习 用心辅佐皇帝打理朝政 黎尽毛心领神会 当即大表忠心 声称就算粉身碎骨 也绝无一心 可是在权力和欲望面前 又有多少人能够把持得住 黎尽毛嘴上答应着 转身就找个理由 让陈一宗把对自己不满的当朝皇帝给废了 他在朝中排除一己 杀害了不少陈氏宗亲 被牵连的大臣也未能幸免于难 黎尽毛就这样一步步成为了朝廷的实际掌权人 陈一宗去世后 他上任辅政太师辅佐新帝 朝政基本上都是他说了算 这也为他篡夺皇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陈一宗对外妻黎尽毛的过分倚重 造成了陈朝加速走向灭亡 1397年 黎尽毛强迫陈顺宗迁都清化另立新都 第二年他废地自立改国号为大瑜 也就是越南历史上的胡朝纵观陈一宗的一生既无大功亦无大过 不仅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泛泛 在时任用人方面也是偏听偏信 没有主见 本想将祖宗留下的基业发扬光大 却因为用人不察亲手断送了大好江山 正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 王权之下 眼中无他 陈一宗称帝后对养父一族满门抄斩的事情 更是令人诟病 因为那一丁点虚荣之心 行恩将仇报之事实在难以服众 记得有称帝王家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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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